王耀明先生 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 我作为一个香港的市民 我觉得既然政府不带头去咨询和立法 我们作为市民 我们就一起结盟 去组织一个大爱同盟 希望用我们的方式 主动去和公众沟通 解释同志在这个社会里面遇到的歧视和偏见 在过去的一年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日子 不断在欧美的不同的国家 特别在过去的一年 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 都在不同的时间 但将同志的平权推向一个很前进 很高的层次 他们开始可以在同性的婚姻 和在民事的结合 这一方面立了法 是容许他们的公民做这些事 但是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大都会 连开始反歧视的讨论和咨询 黄论立法都不可以开展 我觉得这个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恥欲 我自己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 我不需要去唱一首 我在25年前 我写的一首歌曲叫做《禁食》 这首歌是说25年前 作为一个香港的公民 作为一个香港的青少年 如何活在一种偏见和歧视当中 但是今天我们的咨询和立法 仍然不可以开展 我希望我们的议会 我们的政府可以信应 和尽快落实这个世界普世价值 是人人平等的这个普世价值 尽快去落实国际人权公约 对不同性倾向 免受被歧视的承诺 我希望大家听到 我作为一个香港市民的诉求 我希望大家听到